你不会是因为我给你做的人工福袭 你说什么呢 就以为我对你有别的意思吧 不是你的问吧 钱开义 你怎么能让钱开义过来帮忙 你怎么知道啊 我当然知道 花样甜心 我也喜欢这款香水 你的快递到了 这一箱高达模型 是不是搬家公司搞错了 你好 花样甜心 你好 潘洋甜心 你好 潘洋甜心 你好 潘洋主播 今天的花样甜心可不是我 可不是我 我呢 我呢 你怎么让人家过来帮忙啊 他说要找你过来帮忙 我说我们家老何虽然善聊 那也不能白帮了 那你也不能 好了 好了 安闻这一轮 是不是就应该结束了 管管了 辛苦辛苦了 辛苦辛苦辛苦了 谢谢大家 主播 你不是说我有事 装不太老何吗 准确来说 不是我 是尤娜妈妈 一下inku 我来 妈 没事了 capita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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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宁美 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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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霍老师啊 为什么也一定要在咨询室呢 咱们找一个僻静的咖啡厅 去变通一下就不行了 刚才尤娜的妈妈打电话 心机如焚的 我觉得她应该也不会 介意这些小问题吧 你们是不是都以为 咨询室随便一个房间都可以啊 专业的咨询室里面 所有的信节 包括物品的摆设 都是有讲究的 比如说 墙上的钟表 壁画 还有沙发板方的位置跟方向 还有它的柔软度 这些都是有讲究的 戴上姐姐 你第一个客户都找上门了 你还犹豫要不要开张 我 你要一直失业吗 男的 我要纠正你一下 那个不是客户 那个叫来访者 但我觉得 莉莉刚才说得有道理啊 就像生孩子一样 你说这世界上 哪有那么多准备好的父母 创业也是一样 谁不是摸着石头过河 你就边摸边干呗 对 说干就干 嗯 走 服务员 打包 服务员 买单 去哪儿啊 采购去啊 啊 陈开义 嗯 我觉得不对啊你 你对我们的事情这么不上心 你对我是不是另有企图啊 不是 赫老师你怎么对我总是这么大敌意呢 为什么是 对我和劳动力不是挺好的吗 嗯 哎 你们那边在影响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咱们都没干什么事了 哎 我总算明白了 你不会是因为我给你做了人工夫心 你说什么了 对 就以为我对你有别的意思吧 神经嘛 哎 我那不是在救你吗 拜托啊 嗯 嗯 嗯 好了 我不逗你了 牛娜的问题不解决呢 她的妈妈就要去教育局告我们的状 我不仅要接受调查 而且我在电台的工作可能都不跑 所以我对你没有别的意思 放心吧 最好是 快走啦 不是你的问吧 陈甘毅 你再这么不正经别跟着我们了啊